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AZ 好久不見 每次我們要拍片 一定都是要介紹新的東西 那最近AZ有收到一個 還不錯玩樂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對於玩家而言 算是比較進階的設備 因為今天我們要用的這個東西 通常你會在廣告 電視劇 或是電影上面會去看到的一些 特殊效果 那這個特殊效果其實很簡單 只是 以往就會用比較麻煩的方式 去準備這樣的效果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AZ手上的這一盒東西 那這一盒東西到底來自哪裡了 這個品牌 如果你有玩運動攝影 或是相機的玩家 基本上應該都會聽過 Let's go 這一台設備 其實AZ用了之後覺得 還不錯用真的很不錯 因為 以往我要去製造這樣的效果的時候 我還要大費周章 去準備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現在有了這一台之後 完全不需要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盒東西到底是什麼 這一次我們拿到的東西呢 就是它 可能還是很多人會不明所謂說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跟你講 AZ要拿到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後來玩了一下說 它真的很好玩 這東西呢 它其實是 煙霧製造機 早天我們所知道的煙霧產生機 它其實就是一種手提示 很像一個小銀箱一樣的一種 蠻大一顆的 然後就是要到處跑 那有的時候是要掛在天荒板上面 有的時候是要放在一些地方 當然針對有一些比較小物件 像是杯子裡面想要讓它呈現一個 有煙這樣冒出來的情況呢 通常就不會用到煙霧製造機 我們會用什麼 會用乾冰 所以AZ才說以往我們如果要拍片 要製造這種煙霧效果的話 你就要去準備一個很大的薄筆筒 然後買一堆乾冰 跟你講 乾冰你只買一點點 絕對沒有用 因為它馬上就不見了 乾冰也是我們熟知的二氧化碳 它的固態形式 那為什麼乾冰之後會漸漸被淘汰呢 那是因為乾冰它是二氧化碳 在很多時候會有非常危險的行為發生 在國外曾經就發生過一個案例 是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他在自己家的別墅裡面 就有游泳池 然後游泳池又是在室內 他為了要營造出那種很神秘的氛圍感 他就買了超多乾冰 全部往游泳池裡面丟 然後就刷 那場面非常壯觀 他的朋友看到之後非常的happy 就直接跳進去 當天參加了47位貴賓裡面呢 包含主人兩位總共49位 全員陣亡無一生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密閉空間之內 你把乾冰全部倒入水裡面 產生出來的煙霧 它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會讓人窒息的 所以非常危險 那今天AD要介紹的這一台 煙霧製造機呢 它的名字叫做Fog Machine 也就是所謂的煙霧機器 那它的型號叫Smoke K 那在使用之前呢 AD要先跟大家講一些使用它的注意事項 煙霧製造機呢 它通常都是使用煙油 那這個煙油跟我們一般抽煙的那個煙油是不一樣的 它是一個對人體比較無害的 當然如果你去一些商城去買比較便宜的煙油的話呢 它的裡面的成分是沒辦法保證 但是呢 Lensgo裡面提供的這個煙油啊 這個它叫做基物液 Lensgo他們在這一個產品上面所準備的煙油呢 它是有通過Ross跟Rich認證的 也就是所謂的歐盟認證 那這個歐盟認證呢 其實對於歐洲國家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啊 你要把你的產品輸入到歐洲去的話 你沒有這兩個認證 你絕對是進不了海關 那這個就是它的煙霧機油 它給的時候呢 是給你一個60 60毫升的一個煙霧油 那要怎麼去做使用呢 第一次拿到機器的時候 不要直接開機 請你直接把它上面這一個 防燙蓋 把它 拿起來 這個防燙蓋是可以拿起來的 拿起來之後呢 這邊有個蓋子 你就把它打開 像這樣子 把它打開之後呢 你就在這個孔裡面去注油 注到 差不多這樣的高度 然後再把這個蓋子蓋回去 三分鐘之後再開機 這個是說明書上面都有寫 三分鐘之後再開機 之後呢只要把你這個防燙蓋 蓋回去 它上面這邊還有一個 它出口排煙口的蓋子 你可以先把它蓋著 靜靜等待三分鐘 裡面有給一些東西 就包含了這一個 無線遙控器 它可以無線操控 超級方便 你今天人在遠遠的10公尺以外 按一下遙控器 它馬上吐煙給你看 進去之後你會看到一個 很像魚缸裡面的 我們所謂的炸彈棉 濾網炸彈棉 到時候我們就再把它插在機器上面 當然它這邊還有附和你很多 像這個 黑膠軟管 然後還有這個 90度彎頭 然後還有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東西它只有前面有一個小孔 大家可能看不太有 這個小孔 它的煙就會從這個孔那邊噴出來 等一下我們都會示範給大家看 待會這個smoke egg 可以玩出什麼樣的效果 OK 好 因為待會我們要玩煙 所以要先跟大家講 在玩這一台的時候 有幾點要注意 如果你家有煙霧偵測器 麻煩先把它蓋起來 AV其實已經用一個紙碗 上面的煙霧偵測器先蓋起來 不然它會刮刮叫 然後呢 待會我們啟動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因為如果太長的話 可能這個煙霧會飄到廚房或是房間裡面去 導致煙霧感設計 我怕會啟動 它前面這邊會有一個開關 往上推 推了之後燈就會亮 OK 然後 喔 再跟大家講一下 它底下 有一個Type-C的孔 充電孔 然後還有一個 相機的四分之一的 螺孔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排煙孔打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來用這一個90度軟管 搭配這一個 壓顆粒的 排煙管 還有前面的炸彈頭 實在使用的時候它其實有一個保險是開關 就是 如果你只按一下 它是不會開機的 你要按兩下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然後再按一下呢 它就會停止了 我這一下下而已喔 它的自煙效果就是這麼的好 哇賽我面前現在全部都是煙 先給大家看喔 剛剛的自煙效果是這樣子喔 有沒有 它會從前面這邊慢慢的把煙吐出來 非常漂亮的一個效果 這效果很漂亮 那今天如果我們不加前面的這個濾棉 就是我們養魚的所謂的炸彈棉 如果不加會發生什麼事 它就是會直接這樣吐煙 會直接吐 就是往外噴 如果你有加前面那個海綿的話 其實它就會 在海綿裡面慢慢的往下沉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 出來之後慢慢往下飄 那當然呢你也可以不加這個 90度軟管 你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直接 裝在這個機器上面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玩 剛剛這個 說這個孔洞很小 就把它塞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樣的效果 因為我還沒用過這個 有這個 它的效果很棒耶 它效果是直接衝出去的 這個效果很好 我很喜歡這個效果 我很喜歡這個效果 它就是如果你是要有一個 從比較遠的地方 去打這個煙霧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 用這個 我們叫它噴射頭好了 叫噴射頭 它就直接噴到那邊去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給大家示範一下 如果今天啊 我們要去拍一些可能 之前真的要用乾冰 小體積的裡面 像今天在這個杯子裡面 我想要拍出一個 它在冒煙的情況 我們要怎麼拍呢 以往我們就是要在裡面加水 丟乾冰 對不對 那它就是會有煙跑出來 OK 那我們今天要怎麼做呢 今天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我會強烈建議大家去使用這個海綿 如果你想要用煙霧 比較像靜態的那種的話 用這種海綿下去 它比較不會亂飄 然後我們就把它 放到杯子裡 然後開啟 哇 其實 你看裡面 哇 然後呢 它的煙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煙 其實比重蠻重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像這樣子 有沒有 可以像這樣倒出來 可以像這樣倒出來 很酷對不對 超酷的 一般我們就會像這樣子 先把煙霧 在我們想要拍的地方 先給它纏繞一下 或是說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就有這樣煙霧感 有沒有很像在探險一樣 可以營造出那種 神秘感 其實我現在旁邊煙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煙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這邊 如果沒有手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照片蠻好看的 所以AZ今天介紹這台Smoke K呢 它有很多的特性 第一個特性就是它小巧的體積 方便攜帶 你也不用再去準備一堆乾冰 去拍這種煙霧場景 用它就好 再來呢 它有附和很多種不同的配件 像這種 高溫防燙軟管 然後還有這個 炸彈頭 這個濾棉 它可以讓你的煙霧變得比較 漂亮的沉降起來 不會直接噴出去 當然如果你要噴呢 它有比較小孔徑的噴射頭 那個噴射頭也非常好用 在對於一些想要拍出很像微爆炸效果的感覺的時候 那種東西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最重要的是它是有符合歐盟認證的一個產品 尤其是它的煙油 它的煙油這東西大家千萬不要去買 副廠的東西去把它 加進去 有可能會損壞你的機器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使用的話呢 建議還是去買原廠Lensgo提供的 機物油 台灣也有代理商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在影片底下問AZ AZ告訴你 好啦 有沒有你看 就應該可以拍這個手上的東西 其實還蠻酷炫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只有玩過乾冰 沒有去玩過這種煙霧製造機 那這種小巧的我覺得就還不錯 如果今天你是有需求去拍一些特殊場景 或特殊效果 這個就非常好用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拍一個盒子打開的時候 就砰冒煙出來的效果的話 我覺得這個可以拍拍看 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喔 有沒有它是可以在盒子裡面被容納的 那因為我有開冷氣所以會有一些 然後我講話也會有一些氣流勞動 Gotcha 它這個煙霧其實還是在裡面的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針對這一台 Lensgo的 Funk Machine Smoke K的簡單開箱介紹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一台Funk Machine 也就是Smoke K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AZ AZ會盡快回覆各位 那我們呢 就準備 下一支 影片 再見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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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AZ